听说在日本有一种酒 日语叫做 Honggak Shouju 听说这种酒适合于任何的料理 现在我来到的地方叫做 澀谷横丁 这里是最近新开的一条小吃街 按照日本地图从北到南的顺序 这里聚集了日本全国各地的料理 信了我 怎么不能 今天我就要给你展示一下 街上放飞自我 那其实北海道料理最搭这个卖烧酒 北海道的食材 相对来说比较新鲜 有很多像这样的生食 生食有一个特点就是 你刚入口的时候 不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食物 没有熟食那么明显 那搭配了卖烧酒之后 两种味道有鲜明的对比 本格烧酒有很多种喝法 那这一杯就是 我刚刚拜托店长 给我用水调配的一杯了 掺了水了 不是掺水 是兑水好吗 这你就一点也不懂 真的是 这是一种本格烧酒的正规喝法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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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吃 因为会吃到口红上面 要做精致的女孩 做精致的女孩 放飞自我 我给个赞 酒中其实它是日本的商酒胜地 因为气候的原因 也非常适合做出好喝的烧酒 店长给我推荐 是黑糖烧酒 还有米烧酒 喝法是热条 其实就是加入开水的一种喝法 加水还加入开水 这是花式加水 其实这真的是一种烧酒的喝法 打雾比较油腻 而黑糖烧酒和米烧酒的口感 是非常的清新和清爽的 热乎乎的 真的是热条 特别的大 真的要给它点一个赞 那现在我就来到了 我最期待的冲绳料理了 获斯科塔克饭 还有冲绳的清炒苦瓜 冲绳的琉球炮盛 是冲绳的一种本地酒 有着和本格烧酒不同的独特风味 这次的喝法是干喝 也就是什么都不加 好神奇的味道 要给它点一个赞 怎么每个都是赞啊 那真的很好喝啊 而且我只有赞 所以只要点赞 这是本格烧酒呢 究竟和中华料理配不配刀削面 我搭配的是这个 本格玉烧酒 有没有感觉一个比一个油 不过没关系 还是那句话 唯有本格烧酒 有本格烧酒 没有啊 有本格烧酒 没有了 天洁 明天 十三 首先 长 乾杯